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任性地说 做事三思而后行 说话想好后再说 人们了解一个人都是先从言谈举止中开始的 你的语言深藏着你的品格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只要不是天生的哑巴 每个人都会说话 可却不是谁都能够好好说话 正所谓 两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可见好好说话有多重要 事实上 你说的话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说话是一门艺术 掌握了这门艺术 会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少走很多弯路 一个人的福气从好好说话开始 沉默是今 父亲曾对我说过 在路上有两种人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低着头思索状的男人 一是仰着头精神抖擞的女子 女人这方面该是怎么样的一番理解 我暂且下不了定论 就其字面上的理解 大概便是在描述着一种生活优越 幸福感强 信心十足的女人的形象吧 而男人这一点上 则是在说一个沉思的男人 不论是其身索的眉头 还是无颜的背影 都透露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沉默的力量 很喜欢艺书的一句话 做人凡事要静 静静地来 静静地去 静静努力 静静收获 切记喧哗 在嘈杂的环境中 守一颗宁静的心 在诋毁的目光里 磨练自己的意志 演员张艺并非课班出身 而且他的外表并不出众 所以他最初的演艺之路并不顺利 一次 话剧团打算排演一出话剧 想选拔几位男演员 张艺也报名了 当时负责选拔演员的人 看见张艺的表格 直接将他的报名表扔了出去 同时 他还对张艺说 我们这次选拔的演员 第一要求必须长得帅 当时在场的人一片哄笑 场面刚大极了 张艺没有上去理论 而是默默捡起了表格 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努力 成为一名演技出众的演员 后来 张艺靠演技 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成名后的张艺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讨厌你的人 我能做的就是修一颗宽容之心 养一张宽容之嘴 最后保持一颗谦卑之心 此时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不仅越来越好 而且也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重 随便发脾气的人很多 但是能够把脾气收起来 暗自努力的人却凤毛麟角 少说话 多做事 是一个人快速成长的途径 管住脾气 提高能力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沉默事今并不是因为不说话 而是因为退出人群后的默默努力 沉默是一种人格魅力 在思索中 沉默是深思的载体 人的精神不得被轻易打断 而是需要安安静静地认真考虑 在人群里 沉默代表着优雅礼貌 不是负面的消沉和颓废 更不是不理会别人的话题 甚至不回答别人的关心和提问 在场合里 沉默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气质 是能够沉得住气 更多地作为一个聆听者 或是即便遇到不愉快的情况 也选择隐忍冷眼地赢得人们赞赏的气质 红衣法师在说法时举过一个例子 照镜子看见鼻子上有一个默点 很讨厌 擦镜子一定没有用 外面的如同镜子 境界是缘 引起了心中的好恶是非 如回光返照 观察自心 既能觉悟 脸上有了默点 与其对着镜子埋怨和愤愤不平 不如赶快把脸上的默点擦干净 抓紧时间提高自己 才是当务之急 嘴上有你的善良 一个人的善良往往是挂在嘴上的 西方有句经典话叫做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泉下 和东方有句经典话叫做 祸从口出 这已给了我们很大的警醒 然而大部分的人从早到晚 都还在说着毁灭性的话语 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批判 指责和抱怨的习惯 并且非常渴望跟你谈谈自己的不幸 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 有多么卑鄙糟糕 他们不断说着自己 陷入一团又一团的苦恼困顿 他们折磨着他们的朋友 让人们退避三舍 一次在宣传电影的时候 林志玲被记者问他 与梁朝伟的身高差是怎么样的 面对这个问题 林志玲机智地回答道 也许你们认为身高是个问题 但是在我心目中 男人的气度远胜于高度 一个人是不是善良 我们往往可以从他的言谈中看出来 学会换位思考 尊重别人就是一种善良 不知道那个记者 问林志玲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是想取笑男演员的身高 还是想给林志玲出难题 或者只是好奇 无论怎样 林志玲的回答都是恰当优雅的 有人在旁边说风凉话 他这样活着不累吗 有一个回答很好 我们认为他很累 实际上是我们做不到 这对他而言不是装 只是深入骨髓的自然而已 一个人说一句好听的话很容易 难得的是 一辈子不说一句难听的话 在任何场合 将恐惧 愤怒等各种情绪管理好 有理有据 照顾到每个人 这不仅需要善良 更需要智慧 你的语言 就是你的格局 话说对了 世界就跟着变好了 一个了解语言力量的人 会对自己的谈话非常谨慎 他必须仔细地盯好 自己话语的反应 好确定他们不会徒劳返回 一个人是怎样的性格 就会说出怎样的话 轻浮的人说话肤浅 稳重的人说话深沉 骄傲的人说话傲慢 谦虚的人说话低调 人们经常在圣怒或怨恨的时候 透过话语 注下最糟糕的错误 这是因为 他们的话语背后 带了太多的负面感觉 由于话语的震荡力量 它发出什么声音 就会开始吸引什么 因此 不断谈着疾病的人 很可能会吸引来疾病 有一股看不到的力量 无时无刻 都在为人们工作 我们永远是 幕后牵线影响结果的那个人 虽然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2008年奥运会 在一次赛后采访中 记者向李小鹏问道 你现在已超越体操王子 李宁的15块金牌 有什么感想 面对这个很容易产生矛盾的问题 李小鹏是这样说的 虽然我的冠军数比李宁多一个 但这只是对中国体操的贡献 李宁却不止在体操方面 他对中国体育的贡献 我是永远无法超越的 比如奥运会倒计时100天 他组织了100位运动员 和2000多志愿者 组成人体明信片 邀请全世界的著名运动员 共享奥运 让运动变得更纯粹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 能做到的 所以不能凭冠军数 来定位一个运动员 李宁对体育运动的贡献 远远高于我 李小鹏这一段话 不仅给自己解了围 还将体育的真正精神讲了出来 奥运比赛不仅仅是奖牌的争夺 与人合作 战胜自我 努力拼搏 这些都是奥运精神 说话有格局 并不是一位讨好 而是用真情实感 说出自己对人生的体会 奖牌固然显示出一个人的能力 但是 人生不仅仅有奖牌 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探求的未知道路 总结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语言的力量 为何不好好善用它的正面力量呢 只要是你有所关注的事 你就会自然地与之结合 因此 绝对不要谈论或描述 任何具有破坏性的事物 否则 你就会开始跟它结合了 每个人都需要语言结实 别老聊八卦 言语和思想是一种电波活动的形式 我们就得小心的前词用具 请选择那些我们希望成真的话语 并且对他人也无任何伤害和破坏性的话语 无论是失忆时 遇到别人刁难时 或者是取得小小成绩时 都要守住本心 修炼自身 说到底 容貌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 而语言则显示着你内在的修为 一个人要享有福气 不仅要打扮好自己的外貌 更要学会好好说话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